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又到了下午可以放松一下的时候了 来杯咖啡 来点音乐 来点娱乐 轻松的show time陪你度过 我是主持人小芳 娱乐秀就在每天下午点am1450美国中文电台 我是主持人小芳 欢迎今天关注我的节目 收听娱乐秀 首先来关注到VogueFilm的红毯闪光灯大片 释放出来 就是营造那种走红毯的效果 然后呢旁边一身全部黑衣人 好多好多个密密麻麻的 然后拿着带闪光灯的那种照相机 咔嚓咔嚓对着你拍 就是感觉营造那种众人瞩目的感觉 但其实是拍大片拍这个映照 像是海青 童谣 钟楚西 陈都林 欧阳娜娜 朱颜曼兹 文奇 周依然等等 都穿着华丽在这个聚光灯下摆出各种的pose 魅力四射 任人百拍啊 然后再来关注到萧黄奇 台湾的这首位盲人歌手 今天他是在微博中晒图辟谣 说一直在装看不见 这则传闻是假消息 之后还再次晒出了脱掉了黑眼镜的一张自拍照 配文说眼前的黑不是黑 黑白不总是分明 铁正不总是如山 愿世人保持良善 身心安顿 我天哪 怎么会这样子 其实也是在20号的时候 有网友晒出一张截图 应该是早期黄子娇报的料 就是最近深陷这个丑闻事件 然后自己又自杀 现在不能够言语的这位主持人黄子娇 他爆料说这位歌手台湾的萧黄奇 其实在装 他一直都看得见 天哪 这个不是开玩笑随便说说的吧 他是不是有什么内幕 或者他私下里知道什么消息 那20号晚上萧黄奇就先生评论区回复说 这篇是假消息 请撤除哦 目前这篇帖子在该网友的视角平台上 已经找不到了 公开资料显示 萧黄奇因为先天性白内障而全盲 四岁的时候动了眼部手术 成为弱势 但是15岁因为用眼过度 而又失去了所有的实力 是假的肯定也真不了 如果说很早以前就有人爆料 小黄奇是假盲人的话 我想早就被戳穿了 不至于这么长时间 不过最近的台湾娱乐圈真是不消停啊 昨天这件事情曝光的时候 我想以为会就这样淡淡的过去 但现在这个后续的消息 一串接一串的 先是20号 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喊话 闫亚伦 称他对五年前 还是17岁的男孩下手 并且曝光了当时两人的聊天截图 内容就是 亚伦好像想私下和解 晚间呢又喊话 闫亚伦的这位男孩发了一篇长文 指控闫亚伦和未成年的他 当时还17岁发生了性关系 而且还拍了影片 而视频呢也在网络流出 视频外泄之后 甚至还被闫亚伦几万块钱打发 要分手 而这个男孩就是现在的台湾的网红 要乐 对此呢 闫亚伦事后也承认了 要乐文中的前男友就是自己 是跟他谈过恋爱 有过感情 并且也有过性关系 然后也发表了一篇长文 还原了当时的始末 很突然的 21号凌晨 这位要乐宣布 将会在中午12点举办记者会 接受媒体的访问来说明世界 也许是因为他想再多说一些什么吧 而闫亚伦却突然也现身在 要乐的这一次的发布会现场 并且当面向对方鞠躬道歉 而现场的这位邱要乐 是埋下头拒绝对视和交流 两人很奇怪 都穿着白衣服 都戴着棒球帽 而且所以没有眼神的交流 然后闫亚伦一个劲的道歉 一个劲的鞠躬 事后闫亚伦一边哭一边表示 今天就是来跟要乐说对不起的 他也表示绝对没有做任何 强迫意愿的事情 这是真的 而且也表示没有 绝对没有偷拍性爱这个影片 问及当时是否双方都合议 他说对呀 真的没有强迫任何意愿的事情 这是我没有办法想象 他会用这种方式 不过我被问到 可能会涉及法律刑责 他也表示 后续如果有任何问题 我都会负责任 而目前事件的热度 真的是再次升级了 士林地检署表示 已经主动分案 由富佑专组指挥 北市富佑警察队 来搜集相关的市政 而就在台湾一些什么 有一个热气球加年华活动 即将在6月30号台东登场 按照网例呢 都会邀请一些艺人演唱 今年的闭幕8月28号 就是安排了燕亚伦 那如今燕亚伦疑似被卷入 me too风波 主办单位今天就表示 基于热气球活动 配合演出的艺人 都需要有健康形象 所以已经决定撤销 燕亚伦的表演 将会再找其他的艺人 来担任压轴的嘉宾 而与此同时 正在参加中国说唱 巅峰2023 其中来自台湾的 顽童MG116的组合的 三位rapper不是都参加了吗 其中的一位兽子 也碰到了麻烦 就在21号晚上 一位女性受害者 在律师以及 葛思琦 这位狗仔记者的陪同下 开直播 控诉17年前 她还在酒店 做小姐的时候 工作时 遭到兽子 被她拉进包厢 性侵 那对此呢 兽子所属的经纪公司 马上就发表声明 没做过 请拿出证据 明日提告 兽子经纪公司 发表声明否认 并表示 MeToo 是好运动 但诽谤文化 也应该受到惩罚 MeToo 我刚才已经提到了 好几次了 我也是 这是一个 由女明星 艾丽莎米兰诺 等人 在2017年10月 针对美国金牌制作人 哈维 维恩斯坦 性侵多名女星 丑闻 所发起的一项运动 当时就呼吁 所有曾经遭受过性侵犯的女性 挺身而出 说出你们的惨痛经历 不管时间多长 并且在社交媒体上复文 贴上MeToo 这个标签 希望借此来唤起社会的关注 事件的真相 谎言 诽谤 传闻 真的是有时候分不清 我们来听到MJ116 在晚童时期 所带来的歌曲 五年前的一首作品 干大事 打紧 找大家 你知道我六度的那天 请你接爱 Bitch shit poppin Lil shit stoppin 我们只干大事 就像DI 我是干大事 我干大的 你没起大厨 我干大的 Ded that's so bad 我干大的 Bit do A.N.G 我开大的 我在干大事 你不要热 那些零头小力 留着零可不要转 承认吧 没有好处的 我谁要干 没有再玩 正宠黄金我们不靠岸 女人想要转戒 无心机的饭店 小子没有碰过 我的白晴没有概念 Work hard到半夜 其他人都在睡 我们来的地方 每个兄弟都想上位 谁管HIPHOP还不HIPHOP太小夹子气 我总还没毕业 我就学会做生意 天生干大事的笑脸 当皮肤会再争气 没有含着进 趟是超公司 疯狼是义 我打紧 到大家 你知道我流互的那天 请你接爱 Bitch shit poppin Lil shit stoppin 我们只干大事 就像DI 我是干大事 我干大的 人家去大厨 我干大的 Ded that's so bad 我干大的 Bit do A.N.G 我干大了 想要把我帮帮帮帮帮 立即来够 只要是只看数目 没在看小哥理论 那都给够 进账帮我的账户 我从来不知道谁靠 自己当作股票 干大中药够 肯定都没掉 会打消心灶 当我在家书钞票 出手是过少 今妈妈妈跟母带 在住宿都没人家 干的高粮才醒目 北极还搞不清楚 顶住几十个衣服 我的人都在同一路 差起很少做讲兔 兄弟们干偏讲乌 当我的发财路 那些伴教师全顶都铲除 我打击 到大家的知道 我都赌得热点 请你解爱 Bish shit poppin lil shit stoppin 我们只干大事 不像EI 我只干大事 我干大的 人家去拖住 我干大的 Dad that's so fair 我干大的 Bit do A.N.G 我开大的 我在养家活口 把现金夺走 快把牌解决 要发财垃圾 赶快挪走 当路门都没有 现在跟你挥手 他用NANA别想发财 把你马子挥走 没在怕是我都敢 胸怀大致 赚钱不偷懒 下手过后 我才不想胡口犯 心恶手懒 要干大事 颠覆这手段 拼了命 在网上闯荡 我的状况狂妄 老乡榜 唱片在地方上 爬光不紧张 以为一字记账 后手记上 就像玩家机关 我时过大街 到大家 你知道我流云 的那天 请你解爱 Bit shit Bobby Lil shit stop it 我们只干大事 就像DI 我只干大事 我干大的 人家去拖住 我干大的 Dad that's so fair 我干大的 Bit do A.N.G 我开大的 Dad tha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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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新鲜的娱乐资讯 非常八卦的明星艺人 非常好听的流行歌曲 敬请每日关注 美国中文电台 娱乐秀 娱乐继续秀 时间还在继续当中 我们歌曲过后 继续回来 我是主持人小芳 下面这则消息 音乐圈的 好振奋人心的消息 就是流行巨星 Taylor Swift 明年将奔赴 欧洲和英国的多地 继续她的 因时代之旅 巡回演唱会 消息一出 网上是一片沸腾 这也是昨天 星期二的时候 33岁的美美 在社交媒体上公布了 2024年度演唱会的 一个日程表 还写到 嗨 打扰一下 我有话要说 我迫不及待想在明年 这些新的国际巡演的日子里 在时代之旅中 见到你们 下面是一串 像英国和欧洲战 是明年的5月9号 在巴黎拉开帷幕 之后辗转瑞典 葡萄牙和法国的里昂 然后6月7号到8号 在爱丁堡 连演两晚 然后再前往利物浦 卡蒂夫 都柏林 之后是 阿姆斯特丹 瑞士 意大利 德国 波兰 奥地利 8月16号到17号 在伦敦的 温布利球场 收官写幕 萨布林娜 卡彭特 将作为特邀嘉宾 加入 哇 真是 疯狂的歌迷们 通过点赞 来表达自己激动的心情 10个小时 就收获了 424万颗 小红星 但是呢 在另一个社交平台上 话锋又完全不一样了 世界各地 尤其是东南亚的一些 美美粉丝 是一片哀嚎 有人说 哭倒在马拉西亚 还有说 为什么不来丹麦 什么仇 什么愿啊 然后说 在美国再加机场吧 求你了 还有说 什么时候来马尼拉 日程表上 时代之旅 在亚洲 直选了 东京和新加坡 两地停留 而且分别连演 四天和三天 想要购买门票的粉丝 要先在目标城市的官方门票登记页面进行注册 然后凭借收到的唯一代码 在指定的销售日期和时间率先抢购 总之还是要靠抢的 好了 娱乐秀 接下来了解电影方面的消息 首先关注到大热的音乐剧 魔法坏女巫的电影版 据说被分成了上下两部 有媒体最近报道 原定于2025年的12月25号的下部的电影版 目前被提前到同年的11月26号被美上映 据说做出这样的原因 做出这个决定的原因是为了避开2025年的圣诞党 就是当时到时候会放阿凡达3 这个阿凡达的这个影响力还是要持续到那么久 魔法坏女巫是对家喻户晓的绿野仙宗故事创造性的解构与重述 该剧的创作始发于1996年 作曲家斯蒂芬·施华兹 从朋友那里听说这部小说 而《魔法坏女巫》的作者格莱格利·马奎尔 将他的小说设定在绿野仙宗之上 并且从西方坏女巫的视角来进行创作 该剧的故事就发生在两个女巫之间 通体翠绿遭人排挤的艾夫巴 还有娇俏讨喜至存高远的格林达 在经历了一系列的理想与幻灭 背叛与宽恕之后 他们结下了深厚而难言的友谊 并且也收获了各自的历练与成长 演员方面 艾利安娜·格兰德饰演格林达 新西亚·艾利弗饰演艾菲巴 还有乔纳森·贝利 饰演费耶罗王子 杰夫·高布伦饰演奥兹国大武师 曾经指导 《五出我人生》的导演朱浩伟 将会拿起导筒指导这部电影 原来的音乐剧编剧 温妮·霍尔兹曼 和词曲家斯蒂芬·施华兹 将继续为电影进行创作 马克·普拉特来制片 另外一个也有改当的是 由卢卡·瓜达尼诺指导 赞达亚·乔什·奥康纳 麦克·费斯特 所主演的新片《挑战者》 最近也发布了全新的预告 在预告中 一段发生在三位网球运动员之间的 纠葛的故事被合盘拖出 人们在生活和运动场上 努力拨杀 最终走进了人性和欲望的漩涡 整个预告充满了象征意义 虽然故事比较写实 但是在整体的电影与会上 却非常具有个人风格 很值得人们期待 而影片是由 卢卡·瓜达蒂·瓜拿尼诺来指导 他此前的 《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 阴风阵阵 都获得了大量的好评 目前米高美 已经拿下了影片的版权 赞达亚、瓜达蒂诺和蜘蛛侠的系列制作人 艾米·帕斯卡参与制片 而这一次的改档也预示本片会参与到 今年的颁奖季的争夺当中 因为影片将于9月15号 美国上映 好了 现在再加目光 转回到国内的电影市场 今天由冯小刚 指导的电影 《非诚勿扰3》 开机了 各位还记得吗 这个名字不是那个 找对象的那个 总以节目《非诚勿扰》啊 而是之前的两部《非诚勿扰》 就是喜剧片啊 那原版人马就是 葛优舒奇 这两大主角回归亮相 逢世的喜剧经典之作 《非诚勿扰》系列 也将迎来收官 影片将故事背景 设置在了近未来的 就是2031年 应该是可以触及到的 那个年份啊 2031年 以假乱真的仿生人 已经在人类生活中普及了 而他也加入了 勤奋和笑笑的婚姻生活 引发了一连串的闹剧 在昨天的开机现场 葛优和舒奇都亮相 两人还致敬了前作的经典台词 拉了一个横幅 写着 买卖散买卖 不散交情 买卖没散 交情还在 一个横幅上面写的 真的还是熟悉的感觉 片中的两位主角的爱情 从阴错阳差开始 如今也拍到了第三部 终于实现了那句 一辈子很短 我愿意和你将错就错 第一部《非诚勿扰》 是在2008年 收获了2.6亿的票房 位列当时的历史第三 2010年的《非诚勿扰2》 累计票房也有4.7亿 而这两部系列当中 许多桥段 至今仍是网络 一些津津热道的热梗 如今第三部的原本人马 齐杰 也是让人对这部书冠之作 倍感期待 轻松的电影 让人能够暂时忘掉 现实的残酷 而浪漫的歌曲 也能为您营造 被爱包裹着的感觉 最后的歌曲来自 莫文蔚 电台情歌 我是主持人小方 感谢收听了 以上娱乐秀时间 我们下次再会咯 See you 拜拜 谁能够将天上月亮 电源关掉 他把你我 沉默找得太明了 关于爱情 我们了解的太少 爱了以后 又不着可靠 你和我 看着你好 穿过了爱情的街道 有种不真实味道 我们一直忘了要到一座桥 到对方心底敲一敲 体会彼此什么才最需要 别再寂寂寞 别再寂寞的拥抱 你把你所听到 你需要 能否喜欢的地方 仍然让你再建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和我一样往心头走到了爱情的边境有种不确定预感我们一直望为要打一座墙到对方心底瞧一瞧 体会彼此什么才最需要别再寂寞的拥抱 我们一直忘了要打一座墙把对方心底瞧一瞧 体会彼此什么才最需要别再寂寞的拥抱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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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